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第六集的101 Wine Salar TV 我是大家的主持人,Eugène 很久沒有在這個頻道跟大家分享一些紅酒的東西 我很想念大家,希望大家也想念我 不過大家不想念我不要緊 最重要是想念我介紹,讓大家離開 今天我就為大家帶來一種非常特別的酒 究竟它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瓶2010年的Pine Ridge Shannon Blonde 以及Vionniere的Blend 那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這瓶酒的個人之處就是因為你在法國酒 從來不會看到Shambon和Vionniere在同一個酒瓶 而第二,它的出現完全是一個偶然 因為它是羊酒師Michael Bilox 在90年代初期就純粹是找Arche 找Shambon和Vionniere作為一個實驗 他把兩隻酒混在一起,看看他們會出現什麼效果 誰知一混就完全是一個成功 一混就成為一隻他們酒莊 其中一隻最流行的白酒 也是在Robert Parker的評價中 連續五、六年都是非常高的 那廢話少說,我們必然事不宜遲,試一瓶酒 究竟它是否真的這麼棒 是否真的這麼值得 Robert Parker連續五、六年給它很高的評分呢? 我們先看看它的顏色 它是淡淡的金黃色 很淺 有一點像檸檬的感覺 是一種很硬的酒的表現 香氣呢 其實我剛才一倒出來已經聞到很香的西柳味 很香的白茶味 還有一點點雪梨的味道 那種香氣很吸引人 我覺得女士們一定很喜歡 有一點甜味的白酒的味道 嗯,入口非常清新 有花香 有雪梨的味道更加強烈 西柳 好 而且還有這個 Pineapple 菠蘿的味道 菠蘿的酸甜的感覺 全部都在這裏面 非常之特別 我專門明白為什麼 Robert Parker 給它這麼高的評價 而一支實驗品 也是非常之成功 嘩 嘩 它的香氣是 很有趣 你喝完一口 你想馬上再喝第二口 好 我覺得這款酒 女士們會非常之喜歡 因為它的果香很濃 然後略大甜味 而且它入口的時候 是非常清新 非常清新 非常清新 那在finish那裏 它會有少少Dry的感覺 為大家的口腔 但是有少少刺激感 不會很悶 不會只是很甜 很香 而且它有複雜度 在這裡 我覺得這一支酒 是非常之適合 拿來搭配海鮮類的食物 龍蝦也可以 帶子也可以 甚至連這個 雪乳 我都覺得可以推薦給大家 而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這支酒最適合 都是油門水 可以在泳池旁 立即開一支禮喝 那種感覺是 不是筆密可以形容到 非常之正 我很喜歡這支酒 我也都明白到 為什麼Robert Parker 會連續這麼多年 給他很高的評分 希望大家都可以 享受一下這支酒 用心去感受一下 它在裡面的那種花香 它完全是reflect了 Napal Valley 那個地理環境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我為大家帶來的這支酒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 給我多一點意見 有什麼可以做好一點 有什麼做得不好 在我的Facebook page 留言 或者在YouTube下面 留言 都沒有問題 希望下次可以盡快看到大家 不用像這集 要等成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的紅酒 有更多好的白酒 乾杯 大家等等 有些事情忘記跟大家說 大家是不是很少看到 Sharnet Blanc 在這個加州酒上面出現呢 其實Sharnet Blanc 是在Sharnet之前 更早在加州種植 它也是在Sharnet出名之前 在加州最多最多的提子 但是為什麼它不夠Sharnet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可能它的Complexity 沒有Sharnet那麼好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Promotion 加州酒 很注重這個木味 還有很big and robust 那種flavor 在這個Sharnet Blanc裡面 是找不到的 它是比較容易喝 容易入口 Effless to drink 就是這個Robert Parker 給的留言 但是其實Sharnet Blanc 它是一種非常值得在夏天喝的酒 非常容易入口 很棒 很refreshing 所以 大家 找來試一下吧 拜拜